嗨 我是小牛哥哥 我是小兔哥哥 那我們過幾天之後就要開學了唷 那由於我們之後會開學了 所以這次我們是我們所有我們學過的成語的總複習 之後也會有我們生字的總複習 我們生字又學了一百多個字 那這次的成語的複習就是在這個影片裡面 那之後我們開學了之後 我們還是其實我們還是會繼續做我們的影片 只是因為我們會需要上學 還有你們可能也會需要去上學 所以我們不會有像之前像那麼多影片 怕你們會跟不上 所以我們這次這個影片就是成語的複習了唷 那下面的就是給小兔哥哥來講這一頁的成語 OK 喔對了 其實如果你們想要這個的那個單字的話 它其實在下面下面有放那個連結 那就是如果你們想要上這些 worksheet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的連結或留言可以看到 OK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那個成語 我們第一個成語就是 亡羊補牢 那所以呢 亡羊補牢它就是比喻 以前事情發生錯誤的時候 你馬上改正 就還可以有補救的機會 對 就像那個 那時候我講的那個亡羊補牢的故事 就是那個牧羊人 他那時候他的那個柵欄破掉了 然後他就只是把那個柵欄修好而已 那樣子就不會再有更多的羊跑出去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現在 那你們也試一試 哪一個是符合亡羊補牢這個成語的意思呢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發現自己的衣服被那個水 水彩弄髒了 你會怎麼做 才會亡羊補牢呢 那所以呢 第一 就是你先用水清洗一下 減少污漬 那第二 就是你不理它 然後就留給媽媽處理 那你們 你們想到了嗎 那他就是第一個 就是你先用水清洗一下 可以減少污漬 因為如果你不理它 直接留給媽媽處理的話 如果他放在那裡太久 那個 那他就會 黏在你的衣服上面 就都用不下來了喔 所以 不理它留給媽媽處理是不好的方法 那 所以呢 他也有一些 一些 一些 也有一些很傷勁的成語 那所以呢 王娘不老 他傷勁的成語 有知錯能蓋 就是像你知道自己錯了 然後你還可以再改 你可以再把它改正 那下一個就是引狼入室 那所以 引狼入室就是指你把壞人引到你的家裡來 那所以 那所以 那所以就像那個 那個 顧文我講的那個 傳人故事的時候 他就是 他就是那個牧羊人 他就把 他就把那個狼 他引到他的羊群那裡了 然後結果 結果有一次那個 那個 那個牧羊人 他把 他要 他要那個 去辦事 結果 他 他就把他的羊都留給 狼照顧 結果狼就把羊群都吃掉了 哇 那 那所以呢 那現在 那你們想想看 如果 有的 按門鈴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才不會 引狼入室 有 而且是不會 引狼入室 不會 一 那所以 一 就是你直接開門 請他進來坐 然後 第二 就是 先問清楚 是誰 在開門 那 你們想到了嗎 那 他就是 第二個 但是 先問清楚 是誰 在開門 因為 如果你 直接 請他 你直接開門 然後 又請他進來坐的話 你 他可能 是一個 壞人 那這樣子你就引狼入室了唷 但是 他是 但是 不要你引狼入室 再答案就是 第二個 就是 你先問清楚是誰在開門 這樣子才不會 引狼入室唷 那 他 那他也有一些 那個 相似 相似的那個 成語 那 所以 第一個 就是 有引狼入室 就是 像 像 引狼入室 就是 只是 他是 他把那個 狼變成虎了 因為他們都是很凶猛的動物 就是像 你把一個狼虎去引到你的家裡面了 然後 然後 之後還有一個 開門 一到 那 所以 開門一到 開門就是 開門了 然後 一就是 像 你還 你還 說 要把 要請他進來 而去 你是把強盜 請進來唷 而且 然後 然後 所以那個 到就是強盜唷 那是一個不好的事情了 那 你把強盜 請進來你的家裡了 請進 請進 OK 那 那 所以 下一個成語 就是 弩虎天翼 那 所以 弩虎天翼就是 比喻 你原本力量已經很大了 然後你又增加 新的 助力 你的力量 就變得 就變得非常大了 那 所以現在你們 也試一試 哪一個 哪一個是符合 牛虎天翼 這個成語的意思唷 OK 那 所以第一 就是 就是 那個得到 小牛小兔 哥哥的幫助 我們很快就完成了 任務 然後第二 就是 小牛小兔哥哥生病了 不能來參加 不能來參加球隊的比賽 結果 球賽就輸了 那 所以呢 那 你們想到了嗎 那 就是第一個 就是 就是像 就是像 你得到了小牛小兔哥哥的幫助 你很快就完成任務了 就像 那時候 小牛哥哥 他講的 那個成語故事 就是 劉備他本來很厲害了 他就 他說 他又得到了 諸葛一樣的幫助 他就變得非常厲害了 就像一個老虎 他又得到了 翅膀一樣 OK 那 他就可以 飛起來了 OK 那 然後他 當然不是小牛小兔 哥哥生病了 就不能來參加這個球隊的比賽 結果那個球隊就輸了 嗯 那其實是他的相反 嗯 因為反而小牛小兔哥哥生病了 沒有很 那個 那個 幫助就變成在 在另外一邊了 因為我們反而就輸了 那 所以他也有一些 相似的成語 就是 就是有 有 生意 他就是像 老虎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他又伸出了翅膀 嗚 然後 另外一個 就是 獨舞得益 也是一樣 就是像老虎 很厲害 他又得到了 一雙翅膀 那 所以 他就只是 他就只是這個 致辯而已 但是他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 OK 那下面的這個部分 就是 就是 小牛哥哥來幫我們 來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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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了唷 那 我要講的第一個成人是 悲公蛇影 那 他就是形容 一個人 將那個 虛幻的事情 當成真的 而產生不必要的擔憂 那 就是 那就是像我 我那時候講的 悲公蛇影的故事裡面 像 像那個人 他看到了 那他的杯子裡面 有一隻 小蛇 然後他就以為 他把那隻小蛇 喝的 喝進去他的肚子裡面了 所以之後他就生病了 可是呢 之後他發現 其實他只是 掛著那個 那個 掛在牆上的 的 弓的倒影 反射到他的杯子上面而已 所以其實不是 他其實沒有 真的喝下 小蛇 那 你們試一試呢 哪個是符合 悲公蛇影的成語的意思 昨天 我看到 站在窗外的魔鬼 原來是大樹的影子 那第二個呢 就是 弟弟在杯子上畫了一條 可愛的小蛇 那 那 當然是第一個 因為 因為 就是像那時候 我舉的例子 就是說 昨天呢 我在外面看到了一個 魔鬼 可是他其實只是大樹的影子而已 那 那 下一個是 弟弟在杯子上畫了一條 一條可愛的小蛇 那當然不是那一個 他跟那個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OK 那他也 他有跟他的意思很像的 就是 疑神疑鬼 就是 懷疑東 懷疑西 就像懷神啊 懷疑鬼啊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跟悲公蛇影的意思很像 那 草木皆兵呢 他 一開始他的故事是 像在打仗的時候呢 一開始那個 兵隊 他們就 就覺得很緊張 那 他們看到前面的 有很多草根 草根樹 在這樣子搖搖晃晃的 看起來可能是 他們就會以為 是不是前面 前面有像敵人的 的那個兵隊 在埋伏在那裡呢 那其實沒有 他只是風吹過來了 像那個 草根 根樹在搖搖晃晃的 所以他 他就是跟悲公蛇影的意思很像 那他們 產生了他不需要的擔憂 OK 那下一個 就是 狐假虎威 那就是 比喻借由別人的勢力 來欺負他人 那就是像 那時候在那個故事裡面 那那隻狐狸呢 他就跟老虎走在森林裡面 然後 動物都被嚇跑了 那 那個 那隻 那隻老虎呢 他就以為 哇 那隻狐狸 他 可以把動物都嚇走耶 那 他其實不知道 他們怕的是 是那隻老虎 他自己 而不是那隻狐狸 所以 所以他就是 比喻這 借由別人的勢力 來欺負他人 那你也試試看吧 哪一個是符合 狐假虎威的成語的意思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小華指著大家說 我的爸爸是警察 誰不聽我的話 誰不聽我的話 我就告訴他 我把你抓走 那第二個是 小明把媽媽的點心 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當然是第一個唷 那其實呢 大家怕的 其實不是小華 而是他的爸爸 因為他是一個警察 但是他們不知道 其實警察他不會 他不會去抓 沒有聽他兒子的話的小孩 所以像這樣子 小華這樣子 就是借著他爸爸的勢力 來那個欺負其他的同學 也就是 狐假虎威 嗯 其實他們是 兩個不同的個性的人 耶 那第二個就是 小明把媽媽 買的點心 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這個呢 其實是 狐假虎威的相反 那他還有 跟他很像的成語 就是 就是 仗是欺人 就是仗著別人的勢力 來欺負別人 那之後就是 狗仗人士 那他跟 虎假虎威的意思 也是很像 這 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像 他國王呢 他有養一隻狗 那那個狗呢 他咬傷 咬傷了路邊的人 那通常呢 如果有狗咬傷你了 你應該會很生氣 想去打那隻狗吧 可是如果是 國王的狗的話 那你可能不會去打他 那因為 因為 那你怕那個 國王會 嚇了你的頭 呼 你的頭就搬家了 所以就是那個狗 仗著那個國王的勢力 去咬別人 那我要講的下一個誠語是 盲人摸象 那就是形容一個人對一件事並沒有完全了解 就提出胡亂的猜測 那就像那首故事 故事裡面那些 那些盲的人呢 也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人 他他們在摸大象 那他們只有摸到大象的一部分 所以 所以那 所以那些人就覺得 他們摸到的那一部分 就是大象的 就是一整個大象 可是其實不是 摸到腳的 就說大象是 像一個柱子一樣 OK 那你也試試呢 哪一個是符合盲人摸象的前日意思 那第一個呢 是 呃 只了解事情的一面 就 就妄想結論 那第二個呢 是 小妞哥哥在寫報告室 會參考和查詢很多書籍和資料 那你們 你們對了嗎 是第一個 盲人摸象呢 就是符合這一個 只了解事情的一面 就妄想結論 這 這就是說 你沒有了解一整個事情 你就說 哦 他就是這樣子 OK 那有跟他很像的成語 就是有 以偏改權 像那個偏就是 像偏事的偏就是 你只喜歡吃 吃 你喜歡吃的食物 不喜歡吃其他的 就是偏食 所以呢 他 他就是說 就是 他這個意思 就是跟盲人摸象一樣 就是說 以你自己 你自己 那個 那個 對 就是像偏一邊一樣 就是 覺得你看到的那一部分 就是全部的 就是把你 你那一部分 當成是全部的 可是他其實不是 然後還有 之後就是管中虧爆 那管呢 就是像 像管子 然後 管中虧就是 看的意思 爆就是 那個 那個爆就是 像種動物 那 管中虧爆的意思就是 像 你看如果我用像 像管子呢 去 去看一個爆的話 我就 我就只能看到那個 爆的一部分 可能只有看到眼睛啊 或只能看到腳 可是並沒有看到 全 全部的 的爆 所以呢 就是 那就是管中虧爆 的意思 就是跟盲人摸象一樣 你就覺得 你看到的那一部分的爆 就是一整個 一整支爆 OK 那之後下面呢 那就是給小酷哥哥 OK 那所以呢 這個 呃 那所以呢 現在要講的這個 就是 滿庭若氏 那所以呢 滿庭若氏 他就是 顯榮上面 真的很多 就像 市場一樣 熱鬧 好 那所以呢 那時候 小酷哥哥呢 他講的故事有點複雜 所以 所以 如果你們想看到他的故事的話 你就可以去 去那時候 小酷哥哥他的那一個影片唷 好 那所以呢 那所以 你們也試一下 看看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是 是 那個 符合 門庭若氏這個 這個 成語的意思 那所以呢 哪些地方 你也可以 文庭若氏 你可以 用 文庭若氏 來形容呢 那 第一 有 生意很好的餐廳 然後第二 有 正在去 五半 周年 新的 百貨公司 第三 就是 自己的家 呵呵 然後 那 所以 那你們有想到了嗎 那 所以 這個比較特別唷 那 其實 它有 兩個答案 它就是有 生意很好的餐廳 就會有很多的人 然後 第二個 就是 現在 主辦周年慶 的 百貨公司 那也是 那也會 那也會很熱鬧 然後 然後 當然不是的 就是第三個 就是你自己的家 因為你自己的家 就是像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有時候會有 來拜訪一下 可是總不會像餐廳一樣那麼熱鬧吧 或者是百貨公司 的 周年慶 你 OK 那 所以 它也有 還有一些相似的成語 就是 就是像 穿牛 不洗衣 就是像那些人 就像 像穿 穿牛 一樣 都不會休息 所以 就是 很多人都會 一直進去 那 所以 對 對 那所以呢 我來說一個例子好了 那所以 它就是像 神浪會場 會參觀的 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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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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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場面十分熱烈 那所以 看起來像這個 蟑螂 會成立 還有很多 參觀的人 唷 那所以呢 它另外一個 下去的 還有人生的 就是像 人像 人像 人像那麼高 然後 人像海那麼 那麼 那麼寬 就是很多人的意思 就是像 若是 然後之後 就是有 言耳道靈 就是像 它就是 比喻你做錯了 做錯的是 你欺騙自己 欺騙自己 以為別人不知道 那所以呢 那 那 所以那時候 那個 人耳道靈 他就是 那個小偷 他想要被 搬不動那個 鈴缸 因為他想要把它 偷走 那些錢 他就想要把那個 鈴缸敲過 結果之後 他就發生很大的聲 他就自己把自己的耳朵 把自己的耳朵都捂起來了 結果 然後他就以為別人也聽不到了 結果別人真的聽到了 然後之後 他就 然後他說 他就被抓走了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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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所以 那你們想到了嗎 那 他就是 第一個 就是像 那個 嘴巴裡 含著糖果 那就 那個 那個 手頭筆子 像大家都不注意的時候 他就 把鈴缸空洞了而已 他 他沒有 炎耳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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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然後你就鼻子 然後你就偷偷的點笑 然後你就 以為別人就聞不到 然後你就 然後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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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聞不見 傷氣 但是然後你以為別人聞不到 所以你就是 就是像 像前面的這裏 我們 一起提醒 你 然後 然後 之後 就有一個 然後這裏 下面 下面的這個成語就是 望美即可 那所以 他就是 他就是利用 一個想像 來滿足心說 的 任望的意思 就是像 那時候那個 小牛肚子 這樣的故事 就是像 曹操他要 他要帶他的兵去打散 但是 但是他那時候 他們都沒有找到 所以 那個曹操的士兵 很好 所以 所以之後那個 早車就說 前面有 有 那種 酸酸甜甜的梅子女 然後 如果他們 可以向前走的話 就可以知道那些梅子 所以之後 他們就 望美即可 那 他們也就不會覺得 很可樂 那種順利的走 順利的 往前走了 那 現在 換你們 來試一試 哪一個 哪一個是 最多的 望美即可 這個成語的意思 那 第一 就是 這些 珠寶 實在是 太貴了 他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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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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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 窗裡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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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漂亮的那些 然後 第二個 就是 喝了好多的梅子 綠茶 結果 一 那 所以呢 那 那 每次 日茶 就是 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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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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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真的是 那 那個 那 所以呢 他的答案 就是 那個 珠寶 為了他就 只能 看著那個窗戶裡面的那些 很漂亮的那些 有些关系啊 哇 每一只课 那所以 另外一个就是想不懂 喝了好多的每天日下节课 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这只是他的伤分 那所以呢 他相似的成人 有像花瓶充饥 就是像 像你挂了一个饼 然后就假装像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吃掉 像你可以把它吃掉 像你可以把它吃掉 你就像你可以空想 你可以把它吃掉 但是你其实没有 你没有把它吃掉 你只是 你只是空想而已 但是他其实对 实际他其实是没有好处的 你只是 你只是像你挂了一个饼 然后你就直接想说 你在吃哪一个饼而已 对啊 之后他也可以用这个 空想的 就是直接想 我正在吃一个饼 然后你就没有很饿了 OK 那下面的这个部分 就换小柔哥哥来 念这个部分 好 好 那我现在要讲的下一个字 是 下一个成语是 焦山木事 那他就是形容一个人 拿不定主意 一下子要这样子 一下子要那样 那就是像那个故事呢 那里面那个 很多猴子的主人叫鞠躬 他很喜欢养猴子 但是因为猴子都吃了很多的果子 所以之后他 他的钱都用光了 都帮他们买果子 那所以之后呢 他就限制他们早上只能吃三颗 那晚上只能吃四颗 那些猴子就很不开心 他从来不会被限制住 那之后呢 他就是 那个鞠躬呢 他就说 早上可以吃四颗 那晚上可以吃三颗 那那些猴子就以为 食物变多了就很开心 那你也试一试 哪一个 哪一个是符合朝三暮事的意思 一是 吃早餐时 小牛哥哥 一会儿要说吃 吃蛋饼 一会儿 又说要吃面包 那第二个是 小兔哥哥 做事 一旦定好目标 就好不犹豫的去做 那答案就是第一个 因为我就是改来改去 一下子说我要吃蛋饼 一下子又说我要吃面包 面包 那离他很近的诚语 就是意识很像的有反复无常 就是说他想做的事情都是没有固定的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常常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个是三心二意 那三心应该要有三意吧 就是三个意识 但是他三心却是变成二意了 所以就是形容 他是朝三暮事的意思 那下个成人是亚苗助长 那他是形容呢 想急着成功 却用了不正确的方法 而反而打不到目标 就像那个故事里面 他就是那个农夫 他想要他的他的那个那个苗 那个他的小苗要赶快的长大 那所以呢他就把那个苗拔高了一点 但是呢明天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他们全部都哭了 因为他们被拔出来了 所以呢那就是亚苗助长 那你也试一试下面哪一种做法 那不会造成亚苗助长 是不会 那第一个是每天固定给鱼 适当的饰料 适当的饰料鱼才能长大 那第二个是每天多喂鱼 而一些饰料鱼就能快快长大 那当然第一个才不是亚苗助长 不会亚苗助长 所以答案是第一个哟 叮叮 因为呢如果你每天给鱼儿固定的食物 他就他就不会 他就不会像 呃吃到太多食物 或肚子 肚子里面就有太多食物了 那如果是像第二个的话 那就是每天多喂鱼一些饰料 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 因为鱼他们其实每天 他们是要吃固定的食物 呃 那你不要给他很多很多食物 其实其实这样子 那个鱼可能就会 就会肚子就撑得太饱了 然后就就翘翘了 然后 那然后呢 所以第一个就是答案叮叮 那他还有敬意的成语 就是有有欲数不达 这就是说 像就是说你想要很快的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这样子其实反而达不到你的目标 然后举个例子好了 今天小牛哥哥他睡到很晚才起来 发现他上学快要迟到了 所以他就赶快去逗牛奶 结果他把牛奶打翻了 那他又去擦牛奶 那在那个牛奶打翻的时候 他的衣服也弄脏了 所以之后 就小牛哥哥要跑去换衣服 然后换好衣服完的时候 他就赶紧跑去学校 但是还是迟到了 那这个就是运速不达 那第二个呢 是超之过急 那他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太急了 反而达不到你的目标 OK 那我们这里都复习完了 那我们每个影片呢 他都 他都是我们的影片跟学习 当然都是花很多时间做的 所以呢 我们 我们要一起加油 那如果你们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是对我们而言是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OK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了 下个影片是 是复习生智的 拜拜